啦啦啦啦啦啦 夏威夷的最后一天 今天要尽情地享受哦 新买的太阳眼镜 这眼镜像镜子一样 看出去很清楚 对方却看不见我的眼睛 就算看比基尼辣妹 变成这个样子也没关系 好啦 朝海滩前进吧 嗨 小星 我们该走咯 小星的小子 等不及先跟美娅一起去了吗 不在吗 都到了 小星 哎呀 这是球鱼啊 小星 绿色 他们会在哪里呢 没看到啊 还算了 我让你一个人好好休息 这脑光的景象啊 这脚脸少不凉 玉玉先生 你干嘛突然跑来 我会被你吓死啊 帮我擦房下有好吗 我原本是想起密奇帮我擦的 可是他从昨天开始就不跟我说话 所以只要忍耐让你擦 哪有这要拜托别人的啊 哎 阳光好刺激耶 你这个人 我精神真的很不好 一看就知道啦 真是的 人家男子在享受美好的风景啊 哎 不要哭啦 如果是密奇用柔软的手帮我擦就觉得很舒服 我讨厌男人作造的手 好难受啊 你够了哟 我也不想帮你擦房下游好吗 对不起哦 突然哭了起来 丽莎姐姐为什么要哭呢 小心长大以后 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工作 对 这个嘛 虽然我想做的事情有很多 不过可以的话 我想玩耍一辈子 你这孩子 不过呢 我可能想当木匠吧 我想替薪水不多的上班族 干很多漂亮的房子哦 小心这了不起 那么如果在木匠和女朋友之中 必须二选一的话 你会选哪个 对这女朋友 小心 我是不是应该成为小心的恋人呢 霓尔 好啦 好痛哦 大家都那么开心的样子 一点同理心也没有 对吧 野员先生 因为这里是夏威夷 大家都是来玩乐的嘛 好黑暗 怎么这么黑暗呢 因为你戴着太阳眼镜吧 还给我啦 那是我的 老公 秘奇 行李 美娅姐 我们是那边吧 那个 从刚才就一直这样 这个也一样啊 长脑筋 今天是夏威夷的最后一天 奇怪 小星在哪里啊 没跟你在一起吗 不会吧 是跟你在一起吧 没有啊 我以为他一直跟你在一起 小星 在我眼边 年轻的小亮哥 李娅人 你跑到哪里去了 不是告诉我你不准乱跑吗 嗯 我是不是应该 成为小星的恋人呢 哎呀 所以是都给你 买恨你 哎呦 干什么 别这个样子 很噁心 秘奇 干嘛 我可没对你穿OK哦 哎呀 不要害羞 没关系嘛 该有羞耻心的人 是你吧 我知道错了啦 我知道自己 做了丢脸的事 小子 快点放开我啦 秘奇 我不想跟你分开啊 你说我绝不放开你 不行 快走开 莉莉 输了我吧 我不能饶你 上岛街 不知道在演哪出 快啊 迈克 你一定要去非洲吗 对 今天晚上出发 今天晚上 Sorry 我一直说不出口 是吗 跟我比起来 你果然比较喜欢非洲 莉莎 不要为难我好吗 我爱你 胜过一切 既然这样 可是 我一定要去非洲才行 身为医生 我想帮助生病的人 我想拯救更多的生命 一定要去吗 了解我好吗 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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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莎好像是 在岩石那边 认识的女孩子吧 是什么样的人呢 看她那副德行 你应该长得很漂亮吧 我也好想见她一面 不是 我是说见到她 拜托她对我儿子 嘟嘟指教 不用硬凹了 莉莎 小心 差不多该整理心理咯 快快快 振作起来 明天就要回日本了 要回日本了 是啊 早上不是说过了吗 回日本的话 你再也见不到莉莎 几决人 妈妈 你该不会是打算拆散我跟莉莎的感情吧 听我说 我没有要拆散你们哦 我决定 不会日本人 哎呦 这小子很认真 绿色 我绝不要跟你分开